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小伙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频道 之前有跟小伙伴出了关于我们v2win的一些基础教程 有小伙伴看了之后在评论区反映 不知道赫斯底的类型节点怎么导入 也有小伙伴反映这类型的节点容易断线 我测试之后发现也并不是容易断线 有可能是节点的这个问题 今天就来跟小伙伴简单演示一下 除了我们的这个赫斯底类型的这个节点之外 包括我们的clutch clutch meta以及simpbox都是可以支持使用的 而且呢方法都是一样非常简单 我们打开我们的v2win之后呢 点击服务器 我们可以看到它默认的是这五种服务器类型 我们也可以自定义添加 我们打开这个内核的类型就可以看到 所有的基本上方强的类型都是支持的 我们今天就以这个赫斯底作为这个演示教程 那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赫斯底的这个节点了 小伙伴来到我们频道呢 可以看到我们最新分享的视频呢 有这个永久免费的这个方强工具包 是的是永久免费 而且呢是无限流量的 有需要的小伙伴就不要错过了 小伙伴呢可以到这个视频下方的检验区 或者评论区去下载 在这里我已经将这个方强包下载 下载之后呢小伙伴只需要打开这个压缩包 然后打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里呢也支持了很多类型 像我们的ClutchMeta ClutchV以及我们的赫斯底都是有的 好我们就以这个赫斯底作为演示 其他类型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之后呢 我们再打开大家的这个IP 它目前呢是有四个IPD的小伙伴呢 可以将四个导入 我们就以第一个作为这个演示 我们选择它之后呢直接鼠标右键 点击编辑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订阅链接了 我们直接复制它的订阅链接 复制完之后呢我们就在浏览器打开我们的这个订阅链接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节点全部信息 我们只需要将这个节点信息全部复制 然后呢我们只需要新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呢将我们复制的这个节点信息全部粘贴上去 然后点击文件将它另存为 我们要将它转化成我们的节点文件夹的类型啊 把这个T37后缀改为JSON 然后呢这个名字啊你可以随便改也可以默认都是可以的 我们就改一下吧 本本文档呢我们把它改成所有文件 一定要改成所有文件 然后进行保存 这样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刚刚保存了这个节点文件就出来了 然后呢再打开我们的V2VN 在这里呢我们就选了这个赫斯底的这个内核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浏览 它这里会进行这个提示啊 如果是我们自己制定的这个配置的话呢 基本上是没办法测试了但是没关系啊 我们点击确定 然后呢找到我们这个节点信息 导入之后呢 端口怎么看在哪里呢 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的节点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有显示它的端口协议了 这个是它的IP 这个呢就是它端口端口呢就是1080 我们点上这个端口 1080这样呢就可以了 这个节点信息就这么简单的填下 然后我们确定好确定完整后呢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啊 由于我们是制定的节点 是没办法进行这个测试了 那怎么看这个节点能不能用 我们只能进行这个连接测试了 我们试着活动服务器 好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下面有数据的跑动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到我们频道点击播放列表 往下拉啊打开我们的这个Vlog 我们可以看到像打开之后呢 这个4k视频是可以直接秒开的啊 还是非常不错的 详细参数呢 也可以看到可以跑到3万多k 比付费的节点还好用啊 总的说也是可以使用的 然后另外呢 像它的其他类型的这个 节点都是可以支持的方法一样啊 同样啊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也有很多的类型 关于我们那个视频呢 也跟小板分享了这个meta的使用方法 在这里呢 我们也就不过多的最终啊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小板反应啊 开启这个tun模式之后呢 会出现这个测试是-1啊 没关系 只要你有颜测就可以啊 但是呢 你在开启tun模式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开启全局啊 如果你没有开启全局呢 那肯定是连接不了的 好吧 好我们本期就简单分享之了 小板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 或者改正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